其實你是無需澄清的 其實你的意思講得很清楚 在這個委員會的作工就是 只要你開始有了一個這樣的見解 就是新世界中國永遠都不會在香港做事 而沒有公司、子公司的關係利益都不考慮 那鴻灣無論如何你都不會作為一個考慮的基礎 主席比較準確的說法就是 當時我沒有考慮到鴻灣半島這個發展項目 你讀你答覆2D 除了我現在指出了2D 你是最後一個當時我沒有想到 其實你之前有一個論述 就是基於這個背景 即是講新世界中國地產 母公司和子公司的業務問題 梁先生任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 潑活房屋及房屋處處長期間曾參與 房屋工程職務不會視為會與他日後在內地的業務構成任何衝突 同樣地我們知識新世界中國地產 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 而這項資料對於平核梁先生過往職務是否與日後業務產生衝突影響不大 然後你才補充 一個特別星高歐一個句子就是 當時我沒有想到紅灣半島發展項目 這個是公民評價讀出來之後 你成不成是這樣 主席 主席 這個文件我已經交給委員 好了 其實剛才我吳可議問你那個問題 可能你很緊張就沒有回答到 文明議員就問你 有些事實要調查 那你就承認了沒有去調查 是不是 陳先生 主席 主席 我理解是沒有作出 陳志森入去調查 原因是否你一開始的時候已經 是覺得 就是因為 你只有兩條路海 就是 新世界中國永遠都不會在香港做生意 子公司和母公司 是未必可以互相輸送到的 所以你對於調查 事實是沒有 就是已經 已經喪失了動力了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陳先生 主席當時的確看到 他是一個在內地經營地產 內地地地產的公司 就是 對於他和楊先生以往公職的關係可能 就是 比較 是 沒有那麼大壓的可能性 陳先生 你是新聞處處長 我想請教你一件事 新聞處有沒有提供一些 新聞展報的回報或者評論給 一些政務官或者高官 我們立法會有本在 這半夜你都來來這麼多次都看過 這半夜你都來來這麼多次都看過 有無這樣的服務 即是說每日開早討會或者抹夜晚祈禱之前 都給本人看看你有沒有這樣的服務 陳昌 主席在房屋處裏面 近日我們有一個新聞處理者的新聞主任 他每一天將展報給我們看 全國政府都是這樣 如果高官是否更加精細一些 即是 給國際新聞 即是 有沒有幾種大陸有大參考小參考 我想請教你就是 比如說 到常務秘書長或者是 局長 司長 特首 是否有這樣的服務 陳昌 他當作的了解時事 主席 其他部門的安排我不清楚 但是在房屋處裏面 同樣的展報 是供給我 直至到參加 我每天早上的高級職員的會議 最低級的人員都是那一份的 所以換言之公祖這樣說 整個政府都是有一個 訊息的提供系統 即是說 每個人都看過一半夜 譬如說 如果紅灣半島在 你們政府內部的新聞服務 出現過一千次 每個人都看過一千次的理論上 是不是這樣 主席 我再講一次 其他部門為何做法 我不清楚 但是 防署 防署裏面的新聞主任 就對房屋有興趣的展報 公祖這樣說 紅灣半島一定是房屋有興趣的 即是說 反而這個 教育局可能看不到紅灣 但是 房屋處看不到紅灣 或者地震處看不到紅灣的新聞 是匪夷所思的事 正如我剛才所說 直至到數個月之前 有一個建築物 海濱南岸出現之前 在房柱裏面 我忘記有需要 為紅灣做出更進的工作 或者是有其他資料 梁國雄議員 所以公道這樣說 我向你指出 其實 在政府的內部 各個 好像你這樣 級數的同事 即是 處長級 上臂局長 其實是 對香港發生的大事 應該是 有 一個新聞資料的提供 令到他了解 包括評論 你認為是這樣 陳先生 主席 我相信這個是非常有可能性 我指出 如果這樣的話 很難是忘記紅灣 因為 你剛才都引述得很清楚 有二千幾條 你很強調 只有100條 是關於梁子民的 首階段 公道地說 其實 真的每一個政府 做到若干式級的人 其實都是 看到紅灣半島的暴動和評論 不論是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 陳先生 不論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 都不是我在我在房署發生的事 我知道 我是在說你的同事 譬如你不在房署做 假設你在新聞署 做署長的時候 有個房署 或者是運輸及房屋局的同事 都可能得到你的幫助 就是了解香港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陳先生